之前知道你肯定是有個非蠻症 但之後都停了差不多半年時間沒有打比賽 有什麼情況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其實我們剛才也談過打桌球 基本上你是很注重專注力 當然我們也是對眼睛看著球怎麼打 其實也很重要 所以我想引申一個問題就是 知道你幾年前發現眼睛有個非蠻症 其實當時是否覺得 為什麼會在我身上出現 而且是你這麼需要用眼睛的運動 大約兩三年前的時候 突然發現左眼有很多黑點 然後發現原來是視網膜退化 引致會有些非蠻出現 所以即時就要做一個激光手術 去補回視網膜 因為有少許裂紋 因為如果不處理的時候 有可能會視網膜脫落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趁他很嚴重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激光手術 但之後都停了 差不多半年時間沒有打比賽 因為又要飛 又要訓練 就會令眼睛的符號更加深 然後就決定停一停 會不會因為之前 可能完全沒有休息 令到這件事會發生的 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當然會有正常的訓練 但其他球手術一樣都是這樣訓練 但我是唯一一個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我跟醫生有說過 什麼情況的人才會有這些狀況出現 什麼才是高危的人士 他們說要是有三高 膽固醇 血壓 那些血脂 沒錯 要是可能是很深近視的人 但你有沒有近視 我是零近視 我又不是三高 或者是家裡有家族的遺傳 我又沒有 所以其實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又沒有做一些很劇烈的運動 例如跳崩珠針 或者玩了很激烈 打拳 當然那些會明白 但我又沒有 所以其實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 但就出現了 都要去處理 是 有沒有很擔心 其實那一刻會影響到之後 還是現在到這個時刻 已經覺得太淡了 其實順其自然 其實當然是會有一個擔心 因為卓球始終是 眼睛其實對大家都最重要 但對我們來說是更加重要 因為卓球始終真的眼睛 差不多是一切 所以就發覺 對 有一點點不幸 因為當時其實是正值自己的 事業的巔峰期 因為那時候是 自己排名是全世界第五位 然後發覺有這個情況出現了 就停了所有的比賽 然後結到五、六十位 到現在其實都還沒有恢復 然後之後 對 這個也是一個人生的一課 你可以當它是 人生之後 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始終都會有些逆境 你要出現 然後要面對去解決它 但我看你現在好像 說到沒什麼 但是其實你現在看東西 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的了 其實你左眼就已經好很多了 但是因為最近疫情關係 我在家裡又做運動 然後又跳繩子 就是心肺的正常的一個運動 然後到右眼又有少少肥蜜出現了 所以左眼就好到右眼了 但是醫生又說我右眼有肥蜜 但是又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始終看東西都會差一點 你太太會沒有擔心嗎 其實都可以的 已經習慣了 其實出現了 你要想些什麼方法去補救它 譬如在我的打法 其實也有些不同了 之前可能會 訓練比較長一點 現在就練少一點 但是質量就要高一點 可能練習一個小時 但一個小時就要超級集中精神 去彌補時間上的不足 還有打球可能要打快一點 就是不要秒那麼久 令自己眼睛累 即是速戰速決 就是要想一些方法去補救自己的不足 我覺得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 我只希望疫情快點完結 讓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復之前 其實擔心的東西少了 我覺得壓力也會少了 沒錯 人也會容易一點 是的 希望疫情快點完結 然後你可以下年快點出去 代表我們香港繼續比賽 然後繼續拿獎 然後繼續開分客 謝謝 謝謝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你聊天 有機會再聊天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 一百分的媽媽 一百分的太太 我在這裡真的很感恩 認識了這個太太 這個孫生餐 這樣很好 好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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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厲害 嗨